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2年的4月29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国内2022年到2023年的灾难 参照武汉和上海5到10倍的程度 天津市长是被做掉的 因知道的太多 在美国时间的4月28号 郭先生做了个50分钟左右的直播 在直播中郭先生主要讲 一,从墙里逃出来的战友 跟郭先生说 在国内的时候跟很多人一起看直播 就能分辨出这些人的高低亲近 就能看出这人有没有未来 几年看直播下来 基本上会知道这个人会走多远 活多大的岁数 这个战友的亲姐姐 也是爆料革命忠实的战友 冒着巨大的风险 到处传播爆料革命 在上海封城前本来要出来 他不差钱也不差东西 但是决定不出来 结果困在上海 这几十天困出了一身病 昨天上吊自杀了 他自杀不是活不下去 不是没粮食 而是家里啥都有 就在封城期间 他姐姐都能花钱逃出中国 但就是在上海封城期间 他姐姐看到国内的人心 看到中国人对中国人那么狠 觉得活着没意思 然后选择自杀了 郭先生告诉战友 自杀的人灵魂是困在身体里 走不出去的 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都说 自杀的人是不会转世的 一定要挺住压力 度过内心的疑虑和怀疑 跨过最灾难的那一刻 你会得到人生的真谛 二 佩洛西去不去台湾 啥时候去台湾 咱说了不算 但是他一定会去台湾 现在佩洛西在两边玩 三 北京局部已经封城 上海在等粮食 在等救济 开封 接下来北京会比人们想象的 惨的很多倍 那些认为自己是成功的人 人生赢家的人 你试试接下来会怎样 四 当世界出现大灾大难的时候 一定会出现异象 乌克莱在发生战事之前 井水倒流 畜生怪叫 半夜鸟叫 结果在布查那地方 发生那么大灾难 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入侵前 也发生过这种情况 五 俄罗斯很多年轻人 科学家 知识分子 还有演员 大量的移民 美欧去不了 他们就去亚洲国家 去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日本 还有欧洲的一些小国 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人要出来 新加坡正式申请移民 涨了N倍 泰国 印尼涨了上千倍 中国有本事能跑出来的 都在往外跑 六 过去两个月 大量的钱从香港往外转 国内买金币和买纪念币的人大增 某个住金币的公司卖了17亿美元 全都是现金买的 是他公司创始以来的盒 专门给越南柬埔莱做地下钱装的 过去一个月 从他那儿就转出二三十亿美元 七 香港的棺材板涨到世界最贵 香港棺材购买量创造了百年来最高 菲律宾一个做中国骨灰盒生意的 赚了一个亿 中国出口贸易和正外汇现在是历史最低 而现在美国的经济在增长 出门也没人戴口罩了 九 刘鹤在美国的一个哥们 包括桥水基金 能卖的都在往外卖 刘鹤在半年前就告诉他一个哥们 把在中国能卖的东西都卖了 还有再也不要来中国 然后刘鹤的这个哥们 买了马斯克的股票 马斯克的特斯拉股票跌了1000多亿 推特高管20%要离职 未来私有化的推特会走向何方 盖特推出的时间太好了 未来一定前途无量 因为盖特既无过去两党斗争的原罪和政治负担 也无打压自由的历史 推特几百亿的市值 从来就没有赚过钱 10 刘鹤告诉他一哥们 2020年中国31个纳税的省市自治区 只有三个地方给国家交了钱 其他都是赔钱 统计局还说中国4.8%的增长 11 5月份最大的事情是疫苗灾难 美国的生活用品油的价格飞涨 目前为了遏制通胀 美国要加息 欧洲也要加息 之前美国的房价涨了一倍 这几天开始暴跌 做好最坏时刻到来的准备 人在海外 心如果还在国内的话 汇饭比在国内还要大的错误 不要投机 要弄长线 这次在中国搞基金的全完蛋了 钱全赔进去了 12 国内应对2022年 2023年所有的灾难 参照武汉和上海 5到10倍的严重程度 要粮食一定要准备好 还有电力 买那么多冰箱冰柜 没电怎么办 城市戒严了 军管了 出行咋办 回农村 若被抢劫怎么办 运营了20多年的多维的关闭 意义重大 多维从2015年就开始攻击郭先生 于品海一个人在北京银行 就贷款20多个亿 他才是玩大钱的人物 安全部的所有部长和副部长 包括解放军 所有的将军 要想在多维上篇文章 那要请于品海 好好的吃顿饭 再送几个处女 台湾统战是蔡言明 国际统战就是多维 一年数据20个题 那是中共政治斗争最好的平台和工具 他帮你帮不了多少 但若多维贴几个某省长 副省长腐败的贴子 那你死定了 中国77万个乡村 几千个大中小城市 几百万局级科技官员 于品海去任何一个市里敲诈市长 都可以弄几个亿 于品海仅仅在苏州搞高尔夫 搞土地就玩几十亿 由于GTV告多维 他就关了 一分钱都没花 共产党的常委 政治局都给于品海多维面子 若美国人抓于品海 能套出多少情报出来 14天津市场是被做死的 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 三周前 郭先生就在群里说 天津市长很快会被干掉 补充一下新闻新浪新闻报道 据天津市廖国旬 同志智商工作小组消息 4月27日 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 市长廖国旬同志 因突发疾病 经抢救无效 不幸离世 翔年59岁 最后再看一下 国内的小视频 知道吗 应急专家组 两万年专家的话来说 14天如果减不出 减不出病例的话 代表我们只成员小区 就没有病例 没有病例 我们现在就要解封 明白了吧 因为上的 两千多口人 生存问题 对不对 一个月不工作了 可能这些里边出去的 连工作也没有了 我现在工作就丢了 停停停 这是一个上的 就是工作丢了的问题 另外是上的 像我们做生意的 没有买卖了 是不是 这个不是关系到个人 这是关系到国家 关系到咱们太原市 小店区 知道吧 所以这个抗议 跟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 它要相互结合了 不能盲目的说 为了保住我的乌山茂 啥也不干 对不对 这是最关键的 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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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是的 我们要求立刻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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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出去 当然这个东西也得有秩序 咱们社区知道吧 包括咱们接班 该配合就配合 有工作的 现在单位接收的 有生意的 要求你们开通行政 点对点上吧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求立刻 你说的很好 是的 你说的很好 你说的很好 这的 这个这个知道了 包括这是你们社区的主任 诉求知道了 大家要解放 是吧 对 这听我跟你说 他们现在也清楚了 他们现在了 他们上级有接班 还没屈尾 让他们赶紧往上报 报一下 看看他们 过来 你们有问题 不管用了 你们知道过来 你们知道有问题 你们听我说 你们听我说一句 你们听我说一句 礼拜五 礼拜五 你不要伺服 你看你 你不要伺服 你那里不是老是往后散了 对吧 你不要说 你听我说 礼拜五 咱们舍弃扶助人 任助人 已经输了 今天是肯定要给个打扶 所以说你也是不露面 你也是往后推 你也是把这个女同事 要往后推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